你是否看过这样一张照片 其实这件事情 源于今年3月24日 发布的Redmi K30 Pro 因为确取高刷 而引发的网友众潮事件 小米10周年 是一个特殊的结底 是送给老朋友的一份特殊 而有意义的礼物 作为10周年县里的超大杯 自然不能再次留有遗憾 1999元 雷冰在小米10周年发布会上 当PPT打出这个价格时 全场沸腾 让所有人的思绪 重回10年前 小米首个发布会上 而如今 他们采用了相同的价格 去纪念和致敬 获取滚烫的10年 那卢卫兵 究竟要重做哪些菜谱呢 总结下来就是 重做屏幕 重做主板设计 重做影音体验 为了米5K30 普入60Hz的遗憾 K30纪念版 重新订入了一块 三星E3材质 顶级的OLED屏 仅开摩费就达到2000万 目的就是将刷音率 提升到120Hz 那么这就意味着 像触控IC 显示IC 以及配套的惯为元器件 都需要重新设计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换一块屏幕那么简单 E3材质 与之前的E2相比 E3屏幕提升的对比度 全局减少了大致40%的亮光 并且功耗会更低 更不容易烧屏 要知道啊 120Hz高刷 OLED屏幕手机 视频上一共也就45款 比如三星自家的S20 和Node20系列 不过这些机型 动辄8-9000的起手价 实在令人望而止步 我们都知道 视频显示的画面 是由一阵阵的图片组成 每秒插入的图片数越多 画面周围更为流畅 那么和60Hz相比 120Hz的刷新率 可以实现高于2倍的画面展示 满足日美杜诺电影爱好者 和电竞玩家 对于高刷新率的需求 画面显示更为细腻 还可以在60Hz 120Hz进行智能切换 满足不同场景的使用需求 这一次 弹中摄像头又充分到 我们的视野当中 K30纪念版 采用了6.67寸 OLED的真纯品性 前置 弹中式的摄像头 屏幕正面没有任何的遮挡 总块屏幕的屏占比 达到了92.7% 为了达到真全面屏的视觉效果 机身内部放不上马达 转动轴 响速箱 推拉罗姆等升降组件 而且对内部的空间侵占极大 更重要的是 这是一部5G手机 相较于4G手机 它的元旗舰曾翻倍增长 造价供应和支撑难度非常严苛 这次一定要给后面的工程师 加一个大大的鸡腿 为了解决手机屏幕 自动亮度不准 互明互暗的问题 K30机键板 在传统的单一光线传感器上 送你为了360度长光感 通过前后的光线传感器 整合判断 提高了环境光的识别率 即便是在逆光环境下 也能自动准确地 调节屏幕亮度 这次K30机键板 最为争议的地方 可能就是它 换成了天津1000plus的处理器 虽然它的性能 和骁龙865来说 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在机身5G 机带的芯片当中 天津1000plus 确实做到了傲视群雄 8月7日 安兔兔发布了 2020上半年手机SoC性能榜 骁龙8655G 天津1000plus 骁龙855plus 明理前三 在鲁大师公布的2020年 Q2手机处理器 性能排行榜中 天津1000plus 同样高距第二 DKTimes最新检测报告显示 近年二十几度 中国智能手机AP市场 联网客以38.3%的市场份额 超越了高通的37.8% 重回市场一个的位置 这样优秀的成绩 也就间接证明了K30纪念版 为什么要选择天津1000plus的手感处理器 在举线的称名里 提供为消费者最好的选择 天津1000plus 是目前顶级的5G旗舰级处理器 7nm的制装工艺 采用了ARM最新的A77 G7级高技能核心 CPU为4个A77大核 和4个A55小核的8核心架构 频率分别为2.6G核资和2.0G核资 GPU为G7G的推荐处理器 经过实测 安兔兔跑分超过了51万 限度旋转解决消龙865机型和消龙855机型之间 Redmi团队也很看重天津1000plus的5G能力 联发科天津1000plus 是一款支持双进波聚合的5G单芯片 可聚合两个100m赫资载波 虽然获得200m赫资带宽 支持NSA SA双模 双5G双卡双代 支持NSA加SA SA加SA的任意组合 那么也就是说 无论你是移动联通还是电信的5G用户 都可以同时接收不同运营商的5G信号 实现双5G的双卡双代 随随切换到更好的5G网络 那么K30机型版背部的设计元素 也非常的简约 上面是这个预设4B 下面有一个Redmi的标识 那么整体看起来和K30补入差别不大 四颗摄像头分别为6400万的主摄 1300万超望角镜头 500万超降微距镜头 200万人像镜头 相较于Redmi K30 Pro而言 K30机型版的主摄传感器 有索尼的X686 它整为了X682 超望角从123度飞扬了119度 IMX682单位像素2.8微米 支持相中4和1技术 可合成1.6微米大像素 支持硬价支出 6400万超像素突变 在影音娱乐方面 K30机型版 首次采用了一体式双扬声器 在手机的顶部 能看到超线性2和1听懂的扬声器 配合手机下方的超线性扬声器 刷句的时候 声音从两边同时发声 那么打游戏的时候 更容易能听到两边的脚步声 便于听日便位 喜欢打游戏的小伙伴 可能深入几次 除此之外 K30机型版支持Wi-Fi6 5G传统优化 VC立体散热 入目声援变焦 多功能IFC 4500mAh电池 和33W快充等等 各方面的实力表现 确实不错 10年前 相比用户练网思维 就让双核的赤头手机 做到了1999 直接拉低的高端手机的售价 但10年之后 再作为一款1999的全能旗舰 其实并不容易 作为K30系列的超大别产品 K30旗舰版 几乎继承了K30普通所有的优点 同时也弥补了K30没有高刷的遗憾 T1000PLUS 在提供强劲性能的同时 又将价格压到了经典的1999 让更多消费者 能够体验旗舰与武器的完美结合 谁说鱼和熊掌又不可见得呢 8月14号首日开卖 K30级验版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一分钟前往销量破10万台 用卢伟兵的话说 老朋友回家吃饭 得努力做到无遗憾 无草点 这款超大杯 确实赢得了米粉的后爱 在2020年的今天 1999人的购买力 已经远远不及于10年前 而K30级验版 却用后盗的用料和设计 给消费者带来实惠 把运红的需求和产品价格完美结合 终于会在市场上被认可 这波小米真的很全粉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鹏飞 今天我们拿到了一款 Redmi K30至尊纪念版 你可以看到 红米为了这波十六年的超大杯手机 准备了非常充分的仪式感 不仅价格回到了小米初代手机的1999 而且连包装也采用了小米初代手机 精简的牛逼纸设计 在正面的封条 是一个小米初代 小米手机一的一个正负组合 那么在包装的正面 同样的也是一个K30纪念版的一个正负组合 然后上面有这个2010致敬十年 然后在下方重回1999 那么这个重回1999 不是重回这个1999年 而是重回1990元这个价格 那么打开包装之后 同样的是有三个包装盒 然后这边是一个手机 媒体的评论指南书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专手T恤盒 然后上面还有一行小字 致敬不忘初心 十年见证 十年陪伴的你 是如年的专手T恤 是不是可以试一下 看一下 他们好像看他们都是 一往无前啊 不复就干啊 然后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变的是什么字 KO自己 为什么要KO自己呢 好试一下 怎么样觉得还好看吗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K30之尊记者们 能看到吗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期待各位一定要给 一键三连一键三连 好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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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